第1457集 密文 没想到这件事是真的 我本以为那只是一个传说 但是真的有人能战胜 战胜樱花古葬 这种事情只在樱花宗的记载里 你们都出去 我要和他好好谈谈 这个被叫做宗主的老太太 好像回光返照一样 紧紧地握着莫小渝的手 对其他人说道 大首领和樱木真子面面相去 大首领这才想起 自己在樱木真子的房间里 像是丢了魂一样 还没意识到莫小渝的状态 居然比樱木真子的还好 这按照以往的惯例 三天之后当男人被抬出房间时 那不死也差不多了 像莫小渝这么生龙火虎的 真是前所未见 喂 到底出什么事了 出了门 大首领小心翼翼地关好门 低声问樱木真子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是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吗 樱木真子不屑地问道 樱木真子啊 你不要不分里外 他是个什么人 你知道吗 他是个男人 还是外国的男人 你抗拒被监视 这就是你要的结果吗 你这样会毁了樱花宗的 你明白吗 大首领气呼呼地说道 樱木真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只能是保持沉默 而这几乎让大首领发狂了 因为他更不知道屋子里 在发生什么事 你很奇怪 对吗 屋内宗主问莫小渝道 莫小渝改了一种姿势 便为盘腿坐下 不过好在老太太 不再抓着他的手了 是很奇怪 到底怎么回事 这或许就是命数 你们中国人最讲这个了 对吧 其实樱花宗最先 就是由中国人创立的 只是到了后来 才不断由日本人加进来 最后就是日本人在传承了 而樱花宗的创始人 就是大明王朝灭亡后 由中国大陆东渡而来的中国人 莫小渝心中恶然 心想 两个杀手组织都是中国人创立的 你这又是想黑中国人的吧 啊 挺好的故事 不过你说这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看你还是赶紧交代一下后事吧 啊 时间不早了 莫小渝委婉的意思是 你都快死了 赶紧的吧 该交代的交代一下 想吃啥就吃点吧 我和你说的就是我的后事 就像是我刚刚说的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樱花宗是有男人的 而且第一任宗主就是男人 那时候樱花宗的女人 都是用来魅惑被暗杀的对象 而男人则是配合杀人 到了后来 樱花鼓障就成了樱花宗杀人的戾气 只是没想到 后来一位宗主 因为服用了樱花鼓障而死亡 这是以前没有过的 樱花鼓障一直都是 历任宗主保养身体的良药 莫小渝对这话嗤之以鼻 什么叫保养身体的良药啊 用这种药来保养身体的良药 而在这一任宗主死亡之后 你也知道樱花鼓障是干什么的 只要是男人没有不上瘾的 所以樱花宗开始 以女人为宗主的时代 开始了就一直到了现在 就是为了怕以后的宗主 吃药吃死啊 你说的没错 那不挺好的 反正不会有女人吃这玩意吧 这也是樱花宗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 樱花鼓障虽是催情之药 但是不得不说 确实有强身健体的功效 历代宗主的武功都是顶尖的 以至于后来的宗主不再世袭 而是挑选有前职的 只要是有能力 就可以成为宗主 这也是为了保住樱花宗 不得不吸收新鲜的血液 老太太讲了这么一大通 莫小鱼终于是有点开窍了 你啥意思啊 我怎么听着有点别扭呢 哎 当初樱花宗立下一个规矩 那就是将来只要是有男人 可以战胜樱花鼓障 那么这个男人就可以成为 樱花宗的宗主 而你就是合适的人选 樱花宗等这一刻 等了一百多年了 哎 不行啊 说的啥话 我又不是你们日本人 我是中国人 咋的 你想把我一辈子关在这 当你们的人墨啊 我告诉你啊 妹妹 我没那么不爱 莫小鱼急忙拒绝道 莫小鱼一听这事 是要把自己圈在这儿的一财 当宗主呢 当啥都不干 莫小鱼急忙起身想要离开 但是被老太太一把抓住了手 别看老太太快要死了的样子 但是被他一把抓住之后 莫小鱼居然没能挣脱开 这是樱花宗的秘密 你现在都知道了 就想这么走了吗 再说了 樱花宗就是樱花宗 不是日本 也不是中国的 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当莫小鱼还想再说什么的时候 老太太摁下了床下的按钮 那是叫人进来的 大首领早就等不及了 听到响鱼立刻冲进来 都来了吧 我要说件事你们都听好了 宗主你说我们一定会听的 是不是让他陪葬 大首领看着宗主紧紧握着莫小鱼的手 还以为宗主看上这小伙子了 一块埋了也行啊 莫小鱼心里那个气 奶奶的 等自己待会被迫成了宗主之后 就让你给老太太陪葬 既然你这么会拍马屁 老太太说不定正确一个这样逗闷子的人呢 你们 都还记得樱花宗档案的记载吧 里面记载着 只要是发现了可以战胜樱花古葬的男人 我们将重新封这个男人为宗主 而他就是那个战胜了樱花古葬的男人 这也是为了实现祖宗的愿望 让樱花宗更加的强大 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宗主问道 啊 宗主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大首领经问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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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